音樂 那第一個topic 我們來談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 在積分裡面 叫 running integral OK running integral 那 running integral 事實上是一種很取巧的一種寫法 有人這樣叫 有人也沒有這樣叫 不過我是覺得這個名詞還不錯 所以從過去開始在教學生以後 發現這個名詞用上去還可以讓大家去理解到蠻多東西的 那在integral上面 所謂的integral就是一種積分 一個integration 對吧 我現在呢 學幾個example 這個都是還蠻常見的積分 對吧 這些積分裡面有一個是常數 是哪一個 所謂常數就是不隨時間變化 注意喔 這些都是時間函數 它都是時間函數 但有一個它的結果 就是g1 還是g2 還是g2 還是g4 它出來的結果是一個常數 是哪一個 哪一個 是吧 有誰知道 應該不難 好來 好來 理成家 好來 哪一個 第一個 對嘛 都會嘛 OK 這個是constant 為什麼 因為它在它的這個bound 這一邊 這個值它是常數 所以當你把它積分完了以後 t必須帶入常數 那這個當然是constant 這當然是constant 其他都不是 那再來第二個 哪一個表示法呢 沒有寫好 你們在學為基本的時候 老師一定會講不要這樣寫 哪一個寫法不太對 不太對 第幾個 這個 也錯了 好 我幫他改正 等一下是真的不對 那還有一個 第二個 為什麼 為什麼 這個上限在這裡對不對 這個又是t 這是不對的 注意喔 不是不對啦 不好 OK 那為什麼呢 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叫做domin domin available domin available就是亞變數 亞變數就是說 當你把它積分完以後 它是不會存在的 它是不會出來的 OK 這一個亞變數最後會被誰取代 會被上下限取代 換句話說你得出來的結果以後呢 這一個亞變數會被它和它來取代掉 這是我們過去在做的時候一定知道的 所以一旦你又用相同符號的時候 會造成很多的困擾 最好不要 最好不要 所以我們通常會寫成這一個 我們盡量呢 不要用這個表示式 換句話說你上下限 OK 上下限有t的時候呢 你裡面的亞變數 這個亞變數 盡量避免t 那否則的話會很危險 那當然大家看到ag4就開始了 對不對 注意喔 g4這邊也來一個t 這個寫法對不對 注意這個寫法是對的 因為亞變數是t還是t 亞變數是這一個 所以這邊叫亞變數 G碗為什麼我知道它亞變數 因為這一個的關係 OK 因為這個的關係 你的dt 這個t不能夠有上下限 所以在做這個積分的時候呢 事實上t是一種固定的符號 它不會隨著頭改變 所以這個是可以 所以首先在表示式上面呢 我希望大家慢慢去了解 這些符號不一樣的地方 OK 好來 那我們繼續 好那 那繼續按照這幾個式子 我們來看看它的微分會是什麼 OK 那我們來看它的 Derivatives 它的導數 導數是一個函數 微分是一種operation 這個差異在這裡 但不論怎麼樣就是一個微分表示式 首先呢我們來看 d的g1 of t dt 那當然也有人寫成g prime of t 對吧 也有人寫成g1 dot of t 看你怎麼寫 那如果最後呢還有人可以寫成這樣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這種微分的表示式 光在微分表示上面 我們為了撰寫方便 像高次的我們都用這種寫法 你不可能說微分五次撇了五撇對不對 太離譜了 那你當然說我每次都要寫成這個樣子 這邊就要來個五次 那又太複雜了 所以呢在微分的符號表示上面 事實上有各式各樣的寫法 OK 那這個呢 g1來講答案多少 它是constant嘛 會不會隨時間改變 不會 當然是0 OK 因為它是常數 所以沒有問題 再來 那g2是不好的 那我們來看g3 g3 of dt 是多少 誰知道 微積分開宗明義章 微積分有兩個基本定理 pondamental theorem ok 這是第一個 它的微分多少 f of t 對吧 沒有錯 就是f of t 為什麼 把t放進去 把t放進去 把t放進去對不對 好 沒有錯 就是把t放進去 那當然要講一大堆故事 那那個故事 我有寫在我的補充講教材裡面 所以你們回去看第一份教材 後面我有寫 不過我等一下還是要再證明一下 是沒有錯 這就是我們常常在講的 一個函數的積分 你對它微分以後就是那個函數 對吧 是不是這樣子 我剛剛念的那句話對不對 當然不對嘛 對不對 一個函數的積分 我等一下微分以後就是那個函數 對不對 不對 那個 剛剛在講一個函數的積分 那個積分必須是runting int 它的上限必須要是t的 你對它微分喔 它才會是 把這個所謂的那個grant 這個integrant 拿去的直接放一個t 這個才是對的 所以這一件事情大家一定要特別注意 OK 再來 那g4呢 g4是我們這一門課裡面一個非常重要的積分 這個 為什麼 這個微分 這個微分 注意喔 事實上 積分基本上是一種sigma 就是加法 它是一堆很小量的一種加法 那一個加法 你如果對它做微分的話 我們知道的是什麼 個別微分對不對 個別微分 換句話說呢 在微分的理念裡面呢 我會發現我變數t出現的地方有兩個 所以我要針對這兩個分別微分 一個不動另外一個動 對吧 合成函數一個蠻基本的 你先對一個微分 另外一個先不動 然後對這個微分另外一個再不動 這大家什麼地方學過了 f of t乘上g of t 對吧 微分的時候是什麼 f prime of t乘上g of t 加上f of t乘上g prime of t 這是我們基本的概念 所以你要是有很多的這種 t的函數乘在一起的時候呢 我們會針對一個微分另外一個不微 另外一個微分另外一個不微 利用這種方式 所以呢 對g4來講呢 首先第一個微分呢 我們可以先微這一個 如果對它微分的話 換句話說 就是只有 tau變數 這個當固定的 請問是哪一項 我如果把這個t拿掉 答案是f of t 對不對 也就是說t我當作固定的 當常數 我只有這個在變動 所以第一項呢 會是把t帶t 這第一項 所以我先對這個t微分 就跟這個式子一樣 我對這個t微分 就是把t帶到t裡面去 看到吧 所以我對t微分 所以我對t微分 就是把t帶到t裡面去 就是他 但還有一個地方需要微分 哪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需要微分 所以你還要對這個微分 但是你寫到這個 雙變數的函數裡面 做微分不能夠這樣微 因為另外一個是不動的 所以要用偏微 所以第二項會變成 這個不動 但是你必須對t tau做偏微 換句話說 你要對這一個做偏微 那證明當然都有了 所以在這個課程裡面呢 這一個我們會用到 而且非常非常重要 那底下呢 我稍微來解釋一下 為什麼說 那個當你有這個integrant 這個integrant裡面呢 t 那個我們叫做subscript 在這一邊呢 這個superscript 本身有時間函數的時候 我要怎麼樣去解它 我考慮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呢 是一個f of tau的一個integrant Running integrant 它是從0g到t 那這一個land d g of t dt呢 到底會等於什麼 它的微分會等於什麼 那根據微分基本定義呢 我們知道這會等於limit delta t呢 趨近於0 ok 這要等於這一個 然後g of t加delta t 減掉g of t除以delta t 這是在微積分裡面最單純的概念 當我把這個函數增加一點點delta t的時候呢 你去求它的值 再減掉 然後去除上它的delta t的改變量 但delta t必須要趨近於無窮小 趨近於0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就撐我得到它的微分 這是基本定義對吧 那在這個基本定義裡面呢 這一個減掉這一個 會得到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是這一個 我現在有一個函數 f of tau 那它是隨著tau變化的 tau是從0到t 那這時候呢 我讓它加到delta t 會變成什麼呢 這會變成0到t f of tau d tau 再加上t t加delta t f of tau ok 我把積分分段 一個是0到t 一個是t到t加delta t 好 那如果用函數圖來看的話 我這邊有一個tau 我這邊呢 有一個量在這裡 ok 那這一個呢 叫做f of tau ok f of tau 那我是從0開始做積分的 積到哪裡呢 積到tau等於t的時候 ok 所以從0到t的f of tau 這一段呢 這個面積啊 叫做 g of t ok 這一塊面積 就叫g of t 積分 對吧 那g of t加delta t是什麼呢 你發現呢 這一項根本就是g of t 對吧 這是g of t 那它會留下這一項 這一項是什麼 它是從t到t加delta t 換句話說呢 這一邊如果有一個t加delta t的時候 你從t加到t加delta t呢 就是這一段 這一個就是t t加delta t f of tau 這一塊面積 就是這一個 那不要忘掉了 delta t是趨近於0的 那請問這一塊面積是多少 這一塊面積呢 這裡有一點叫做f of t 這裡有一點叫做f of t加delta t 這個高度叫f of t 這個高度叫f的t加delta t 但因為delta t趨近於0 所以這兩個中間的這一塊面積呢 忽略不計 太小了 所以我忽略不計 換句話說這一塊面積呢 會趨近於f of t乘上delta t 高度是f of t乘上delta t 就是這一塊面積 所以這一塊面積是趨近於這一個 當delta t趨近於0的時候 ok 好啦 所以由這個事實上你可以看到了 原來g的t加delta t會等於什麼呢 g of t加上f of t delta t 會等於這樣 ok 那從這一邊呢 我就可以得到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換句話說呢 這一個dg of t出上dt呢 會等於limit delta t趨近於0 這個地方會剩下f of t delta t delta t ok 當你把兩個相減以後 大家可以看到這是他減他對吧 他減他呢 因為這個會等於他加這個嘛 所以這個減這個就是剩下這一塊 而這一塊呢就是這個長相 就是這個長相 因此呢你就會得到這裡 所以會f of t ok 所以很明顯的呢 當你有一個running integral 從0到t的時候的一個函數 你對他做微分 一定會直接把t帶進去 直接把t帶進去 所以running integral本身呢 非常非常的重要 非常重要 好來 那我們呢 再來看實際上的例子 到底是不是這樣 對吧 首先呢 我們說 G1 of t呢 是從0到1 假設2t加1dt ok sorry 還是弄錯 tau tau ok 這個 這是G1 of t 第二個 G2 of t呢 是0到t 2tau加1 ttau 好 第三個 G3 of t呢 是從0到t 假設2ttau 加1ttau 好 沒關係就這樣 假設這三個式子 這三個式子 那我們呢 逐一呢 來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 它的 這個微分呢 會是什麼 對第一個來講呢 G1 of t呢 它是從0到1 2tau加1 dtau 對吧 當然它是常數啦 也給大家複習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事實上是 tau 平方加tau 0到1 對吧 當你對它做積分的時候 2tau 積分就是tau 平方 1的積分就是tau ok 所以 積完分以後呢 10代進去 所以 1代進去 1加1 0代入00 因此呢 會得到2 它是一個常數 所以呢 D的G1 of t Dt呢 會等於0 OK 它根本就是一個常數 對吧 所以 微分呢 不可能有t存在 再來看 G2 of t 是從0到t 2tau 加1 dtau 同樣的情形 tau平方加tau 但是是從0到t ok 所以 你要是把它放進來的話 會得到什麼呢 t平方加t ok 把tau代替 因此呢 D的G2 of t Dt呢 會得到什麼呢 會得到2t加1 ok 2t加1是什麼 2t加1就是f ok 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再來看 D of t呢 D of t呢 是0t 這時候是2t tau 加1 dtau ok 那因為變數只有tau嘛 所以呢 在這一邊呢 你會發現它是tt tau平方加tau 你對它做為分的時候 對tau做為分2一下2ttau 加tau 所以這一邊是0到t 因此是t的3次方加t 好 那從這裡我就知道 D的G3 of tau Dt呢 會等於什麼呢 是3t平方加1 ok 必須是這樣 那如果代公式來看的話呢 DG3 of t Dt呢 應該是f t 加上0到t 對 t的偏為的ttau 這是我們剛剛講的那個公式 那ftt帶進去 ftt在這裡對不對 所以是2t平方加1 所以是2t平方加1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這是t三方 而微分3t平方加1 少一個t平方 ok 最少一個t平方 ftt是2t平方加1 答案是3t平方加1 所以t平方一定是躲在這個地方 對吧 那這個是多少呢 這個是0到t 你對t微分在這個地方 把這一項對t微分剩下什麼 剩下2tau 對吧 對t微分2tau t加1嘛 對t做偏微 其他常數 所以對t做偏微分是2tau 1是0 因此這裡是2tau 做偏微以後會是這一項 那這是t平方 不要忘掉了 所以呢 這一項呢 你去解它的時候是 t平方0到t 是等於t平方 ok 所以答案是3t平方 加1 加1 一樣 當然要一樣 不一樣還得了 對吧 ok 所以呢 在微機分裡面 這run integral本身呢 大家一定要不斷的去知道這一種步驟 不要到最後引進來你就忘掉它是什麼東西 這我們後面會利用喔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 這是在第一個單元裡面我們提到的run integral 那我想它本身只是一個複習啦 但可能希望大家聚焦到跟我們信號語系統有關的這個微分 有些積分跟微分之間的關係 那後面我們知道這種函數叫做convolution ok 我們會學到一個叫做convolution 就是回弦機 那回弦機裡面基本上就有t跟ta 所以這個是必要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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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